您好,您是那个台湾青年气候变迁联盟的戴紫阳先生 那你刚刚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分享的时候 说您在那个有碰到日本的一些青年 跟他们有分享了一下他们对这个核灾以后一些事情 可不可以请你,因为这一部分你没有讲到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说一下 到底这个日本的青年跟你分享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主要是他们想要了解就是发生核灾之后 他们的内部消息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毕竟台湾的消息是主要透过新闻看到 很多内部的细节我们也不清楚了解 所以我们就是有去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提到 他们有时间画个地图给我们 然后就是有介绍整个范围 就是大概几公里到他们树山的地点 然后以及他们其他地区人对于这些事情有想法跟看法 那他有分享一个比较令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 就是关于在当时很多东京的孕妇都不敢喝水了 因为他们还怕那个水灾被那个水灾掉或是核的血缩给污染到 他们影响到他们的宝宝 所以当时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孕妇其实都不敢喝自然水 然后就是用宝特瓶的水灾 所以当时是有一部分的恐慌存在那里 对 然后我们主要是跟他们访问关于是 那对于台湾的核能又有什么看法 这是我们最后又有热体的反应 那他们 我们有跟他们 因为其实他们也不太清楚 他们原来有四座核电厂 其实在我们出国 去跟大家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很蛮讶异的 因为像巴西本身一场都在三座而已 他们蛮讶异说 然后像日本人的时候也是说 其实他们觉得这件事他们非常的震惊 然后他们已经宣布要全部停止核能供应 但他们还有我们另外跟我们分享一个讯息 其实关于其实 虽然前面就是在我们出发前 日本政府已经说全面停核 但后来又有几个城市 他们就希望能够把核 就是核能核电厂开始再重新运作 然后他们说其实这跟经济力 非常非常非常大 那其实愿意让核电厂内的兄弟运作的 只有一个城市 可是他会受到很多周边城市的反对 所以其实就是他们日本 在还有还是在这个意义上面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的争议 然后主要我们在台湾那时候 就已经有看过一些从日本里面 出品过来的书 像是关于核电的工程师 分享了关于核电厂内部的消息 或是核在之后 就是有些书人就是在介绍 他们怎么去施工 然后怎么去抢修这样的过程 对 主要跟他们访问就是大概比较难的这样的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访问到他们的那个法规啊 那个那个辐射防护的法规食品的那些的都有提高 那那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内部的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访问很详细的关于法规的部分 不过我们倒是有问到关于仪式的部分 对对仪式就是这样 其实当时日本人变得非常非常神经质 他们会把每个食物当中要去测 有没有那个辐射纸的草标 所以当然其实几乎每个人都认识 有一台那个辐射纸的衣服 所以然后去测出这个水果的量是多少 我可以吃它吗 这样子 然后像我们就是除了那之后 我们自己在网络上新闻 我就有看到像他们要去扫墓 他们都还要穿防辐射纸 才能够进到原本他们自己的家 他们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目前是无价可费的状态 因为他们不能再回去 至少有十年的关系 其实不能再回到发生扩栽的地方 因为那个辐射是超不容易的 我的意思是说当他们去量测 他们知道这个标准已经被提高了吗 没有问到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报纸上不是在说吗 说那个这个 实用的这个数据都已经提高 法规都提高了 那所以很多日本来的东西 本来如果是按照原来的法规是进不来的 那后来因为我们台湾也提高了 所以就可以了 那报纸上不是有些人在抗议吗 这样 这样 所以没有注意到有这个消息 我是一个人的 OK 好 那 OK 差不多 差不多 有没有什么 还要分享的 对这个日本 日本核责的部分 你们出去之前 你们有做怎么样的研究吗 对 主要针对台湾关于能源产业 还有我们合理方面的一些消息 就是做一些讨论 然后请教授出一些分析 跟谁分析 哪些教授 哪些教授 出国心理批招大师系的徐光荣教授 他对于能源 也就是 是还蛮条件 所以我们会请他 就问他一些相关的一件 这样 对对对 主要是透过这一块 然后还有像 之前 我们就看着网络上的一些资料 美观科 台湾到底去叫 核电这个分析 然后以及 我们如果 非除荷 的话 台湾的产业是什么 那你们在这个部分呢 你们是 做了多久的时间的study 嗯 其实我们 主要是在出发年大概 至少半年左右 可是其实不能说是我们 如果 study 因为我们在这一块 可能是领域 像绿色公平行动联盟 就已经有做很多的资料 我们很多东西 是阅读他们的资料来源 然后是像 徐光荣教授一些东西 我们也是 跟他拿资料 然后阅读 或是一些网络上还有消息 不过关于能源 核能这一块 其实我们去国际上的会场 也有 满多在讨论 因为有些人会把 核能视为是绿色能源 有些绿合股是像 官方人家认为 然后有一个组织 叫IAEA 他也是专门在 研究核能的机构 然后 我们有去听他的分享 那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他们说未来核能的 在宣传各地的比例 会提高 然后他们已经 可以更好的技术 然后要来 帮帮帮帮大家 发展核能 那我们听到这一块 其实 当场还是 他有请到非常非常多人 来识证 可是另外 我们也知道是 即使欧洲他们继续 有些地方还愿意 去使用核能 但还是跟台湾干的 非常不一样 因为技术非常差 欧洲已经是很久以前 就成立原始 发展小区再继续发展 还有共同体 所以其实他们对于 核能的技术 应该是比台湾的 已经非常多 所以关于这个 也是 就是听完之后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 虽然他们也讲核能 会继续使用 可是我觉得 政府将台湾的核能 是比他们讲的更危险 因为他们虽然说 他们都说很安全 不用担心 可是其实我还是很难 因为 我会觉得台湾跟欧洲 那么技术上很难 然后我们也是 使用他们的技术来建造 那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日本的这些年轻人 有没有在当场 有提出什么 他有提出个想法 就是关于 他在说 真的没有危害这件事情 他就请他说 那你们真的有证明 这样子 然后其实 他们其实回答他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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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一关怎么样 非常谢谢你 好 有没有提到说 德国已经是一个 要进和的国家 那有没有提到这部分 没有 不过我们去的时候 有去看经典看 学关于 不许多奇迹 就是在介绍何人 就是不是 在介绍 在介绍那个 德国 有吧 就是一个城市 变成全部 甚至在是那边 OK 我对你们的这个 努力啊 和认同 如果你刚才讲 那个资讯啊 我觉得 我觉得 是有些不正 就我看来讲 我得到这一面 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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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你刚才讲的 和我举个例子 你像你说 这个 这个 一个妇女 不敢说的事情 其实我们 导致我们台湾得到的 这个讯息 都看到这 都已经看到这面 嗯 因为这个 一般人 对大众 对水面污染 尤其刚讲的 女性 对于她卑鄙的 这种保护 那种感觉 在东京250公里外 他们都有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关切 那你刚才讲说 日本政府说宣布 说 禁和了 就不停止发展和能 完全没有 日本政府 就是要发展和能 虽然有些人 有些人 他不是很 不是现在 他的内阁关系 说明有些人 不是那么知识 但是人体来讲的话 日本政府来讲 日本政府来讲 人体来 大多数 办理人 都想做 日本在这个 因为她有些制度关系 她是要 中央政府核准之后 也要地方政府同意 她在美国 她们所有的 所有的反应器 一年之后 她就要维修 维修要重新启动 除了中央政府 主管以外 她也要地方政府同意 地方政府呢 同意的时候 地方政府扮演什么角度 她扮演是沟通 跟中央 跟地方沟通的角度 所以看话 大家这么关心 她就压抑了这个事情 暂时不让她 不愿意同意 她启动 面对这个压力 可是日本的这个 发展的事情 跟地方的经济利益 其实也相当深的结合 那后面 对不对 当你这个结构 变成这样的时候 说实在 你是一个政府 你必须解决所有问题 它不是光解决 我要不要合理 它是要解决 所以最后她就说 其实现在大家还在看说 因为 就我到目前 日本之前 所以大家还在看说 那是 所以 这已经 第一个炉子已经启动 我可以告诉你 后续 第一个人启动 由后面的人 最方这种压力 就解决 后续 我跟你讲 一定是大多数 一定是解决 因为她那个节度 刚刚没有 她没有把它改变 她不但自己用 她比我们还 我们才百分之 大概十七 她是要绑到百分之三十 她还有河南工业 还要迅速到越南 什么其他国家 你刺激的不用 谁叫你输出啊 对不对 你国家不用东西 你输出给别人干嘛 人家根本也不会先进 所以她那个地 纠杂了 太棒了 日本人现在 至少针对他们 想要重新 重新启用这个 旺斯法 打烟了 刚才就是因为 文旧的关系 曾经降到 全部都停下来 现在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在回复了 这位刚讲的 为什么 我们其实 我们专 因为我原在原子的文库 我们这个资讯 可以看得出来 你这样 我们可以看得 刚才不是你 写的 但是她是一个政府的时候 她考虑的 不只是你这个问题 她还考虑 别人没有办事 她也要找她 所以最后 她没有办法取决 当能源问题 没有一个好的取决 她就会把她当作 尤其是阶段性的攻击 对不对 比如说未来的二三十年 她还是会变成她的攻击 不过其实 主要像我自己个人的任务 是因为我觉得 尤其是阶段性的攻击 台湾民众对于这块 讨论是不太认可 因为大家都认为 这是政治性议题 我们都会直接陷入到政治 刚才像你们这样的学生少 就是你除了自己的本业 比如说你要解决你生活问题 发展你的专业之外 你还要会有 你可以能够 变成生活习惯中 必须努力 楼出一部分的时间 去做一些公共议题 的参与 还是收集 这个才能够变成公民社会 对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时候刚讲 你只能表达一下我的感情 其实像我个人认为 希望透过去办一些活动 来激起更多人来愿意去讨论这块 所以这个我们对你这样的 因为要先了解 然后之后才能够讨论 然后大家才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然后才能够有一致的 对 你要有一些 才能改变这个机制 你才会特别去找日本的朋友 是因为我们觉得 他们的感受会比较强烈 他们有比较多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然后他们也比较多 像这些议题 他们一定很常业地在国内 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 跟他们当地的青年人 结束想要去访问的话 我也很希望能够加入 直接到现场再去感受一下 直接到现场去访问 我觉得如果能够邀请他们来 也会不错 但是我会更渴望去那边 你想去日本吗 你的意思说你想去日本 就是这个鼓导 鼓导当地 去感受到他们 他们能生活在那种环境中 自己去看一看 自己去看以后 这更深刻的 好 那我们要 好 谢谢 因为我刚退休所以我孩子还没有 你可以自己一秒给我飞 对对对 好 高兴这件事情 好 谢谢